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宿舍卧谈会 Yes,我是老宿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武汉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呢 我是在我的老亲娘家 我的老亲娘跟老亲爷爷,我太太还有女儿 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两个月 然后老亲娘的菜非常的可口 我老婆也非常的支持我 支持我的工作 然后呢,孩子也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疫情的这段日子让我明白了 让我们一家也明白了 其实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能够有食物可以吃 手上有钱可以花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然后老亲娘也 这个请我吃了两个月的饭 我跟女婿买点小东西 她最后都包销给我了 也是非常的 这个答案不言谢了 现在呢,就是在武汉的家里 很多的小伙伴都问过我 就是关于这个创业 大家都很想去创业 然后大学兼职我就不说了 大学兼职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了 反复的讲过了 真的赚不了多少钱 那个创业的话 因为之前我们是做过很多的美食摊店 我自己没有创过业 但是我美食摊店的时候呢 几乎去了大概400多家餐馆吧 400多个餐馆 大的小的 小店新店老店的各种都去过 武汉的 然后成功的开了分店的也有不少 然后再也没有声音的也有很多 因为我自己没有创过业 但是我跟很多创过业的人呢 是这样的关系 亲戚关系 兄弟关系 师徒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关于创业的问题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 创业呢 如果你要投资很多的钱进去 然后通过一段时间 来收回这个成本 我觉得像10年前的网吧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在大学附近呢 或者怎样 开个网吧 然后投钱 赚钱 回本 我觉得可能这种20家网吧里头 会有这个三到两家 是很赚钱的 其他的呢 会保本 其他的呢 会亏本 亏本的为多数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这种餐饮店 比如说在学校附近开一个收拾店呢 开一个什么店呢 等等 如果你们同学还有小伙伴之间可以轮转的过来 最好是有主星股市可以全职来做这些 其他的兼职的过来打打杂 是吧 当当工具人 当当颜值工具人 当一当做事工具人 那么我觉得也是可以把这个小店做的不错 但是你想让他赚大钱 我觉得也比较难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创业里头有个核心 就是核心竞争力 你必须具备了核心竞争力 你才能够赚到钱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互联网 导致了以前可以赚这些钱变得越来越难 这也是我奉劝大家 不要去创业 很多人肯定会讲 就是会说 因为我没有创过业 我没有成功过 我也没有失败过 讲这句话呢 没有说服力 我前面花了一两分钟 去铺垫了那么多 就想告诉大家 我的兄弟 朋友 亲人 邻居 我真的见过太多太多的失败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的一个 我那个时候住在花山 花山的碧果园 花山的碧果园 那个时候有一排 有一条门面 它就是 像这个 像 它就是 像 我看下来 是这样子 这边都是楼房 我们家住在这边 它的这一条 全部都是门面 就是说这边 这边这一条 门面 兜兜兜兜兜兜兜 一直都兜兜兜兜兜 是吧 这一条都有门面 刚开始我跟 我跟我老婆也在想 我们要不要开个店 后来发现我们钱不够 我们把孩子养 那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那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 有一个转角的第一家店 被誉为黄金店铺 一直到我们搬家了 都没有人 去这家黄金店铺 为什么 因为这家黄金店铺 是属于当地地头蛇的 他有 他不开 他也不卖给别人 我们在这住了两年 然后从这边开始 第一家是卖菜的 第二家是卖富士的 第三家是卖富士的 第四家是卖义乌小百货的 第五家是超市 第六家是深信超市 第七家是剪头发的 然后剪头发的后来倒了 第八家是水果店 第九家是美容店 第十家还是水果店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 我真的做两年 如数佳珍 再从这边开始过去 就没有什么店了 然后到这个拐角 拐角是黄金地方 这个拐角是做什么 做旅游的 叫乐游旅游 乐游旅游的老板 是很不错的 他的店很小 但是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意 他的这个店很小 一半用来干嘛 一半用来做快递 一半用来做乐游旅游 然后他门口还加了一个 烤玉米的机器 平时别人来拿快递 还可以烤个玉米 充分的 我想提他的原因 就是他的位置很好 他的店面很小 他充分的利用他的空间 他自己就住在这个后面的二楼 他自己的居住也解决了 他一家三口都在这 平时也在这上班 然后一个店面 三个用处 很完美对不对 他线楼只用了一半 是做乐游旅游 另外一半是做快递 后来快递不做了 交给他了 好我们接着说 再从这边开始 又是若干个小店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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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开始做餐饮的 那个拉面店 然后这个 不是 就是那种 像样牛的面店 再往这边 就若干若干若干 一直到这个尾巴 做那个画龙拉面 最开始的第一家 就是在这个尾巴这里 好 这边这一条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这一条啊 一直到这边 这些店呢 变动率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也有人走 也有人留 因为我们这个属于一个新的小区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一个L型的一个地方 一个商业的地方 有人丢进去五六十万 一点水饮都没有 就没有了 也有人勉强支撑 也有人赚了钱 也有人转让了 等等等等 我要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你们如果只是普通的大学生 或者说是 即将毕业 想去创业 我建议大家 先去了解这个行业 就是我太太当时也是一样 你们想走的路 我们都走过 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想去做女装 童装 就是卖孩子的衣服 进了一两万块钱的衣服 结果没卖去几件 现在还团在家里 然后慢慢的自己孩子穿 美慈穿 美慈穿的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都是我们进的 但是我们不是很会做淘宝 所以没有卖出去 如果大家看到美食衣服很漂亮 又想买的话 随时跟我联系 还有疑惑 还有 有的人觉得做培训很赚钱 我们那时候做了美术的培训 小赚了一点 这个还可以 而且我们是楼中店 就是 十几楼 开了一个美术教室 然后邻居们各方面都还比较喜欢 就支持我们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开得早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 小年轻 在这个小市区里头 还有 有点名气 对吧 帮大家 做了一点事情 大家还认得我们 认可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机会 把这个事情开成 好 我们再说到 很多人都觉得 餐饮店门槛很低 甚至还有人会觉得 开一下超市的 那个门槛会更低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我的邻居开的那个超市 现在还在开 他开的还算是比较成功 还有我的客户 生活庄严的老板 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 隔壁的一些店子 就是钱了 丢进去 影子都没有看到 就败败了 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结果 我不是去吓唬你们 因为钱是你们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个开了很多年 超市的这个大哥 大我大概七八岁吧 人家家里一直都是开超市的 他小的时候 家里就是开超市的 他的爸爸 把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重新开一下新的超市 人家是具备了祖传的经验 而且是他爸爸 带着他选的铺子 他就有了一个老师 有了一个导师 带着他 他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他们家 现在在抽钱 开另外一家分店 他的小舅子 就在他的店子里打工 他的小舅子到时候 再拿这笔钱 再挤一笔钱 再去开家新店 一样会很成功 因为他小舅子 已经在这里 上了四五年的班了 对吧 而且小舅子年轻的时候 耳濡目染 怎么送货 怎么搞 都是他小舅子 所以他小舅子 就可以出事了 为什么说 有的谁 你都不知道 第一 你的货在哪里进 你的货怎么进 进来之后 摆在哪里 怎么样 能够跟这些 街坊邻居之间 俗成一片 人家要一箱东西 要两箱东西 会想到你 买什么东西 会想到你 社群营销 各种各种 包括货怎么摆 什么时候进 怎么进 进来之后怎么卖 你的毛利率是多少 等等等等 包括他们家做生鲜 如果这批货 进的不行 西瓜不行 土豆不行 这个折损率是多少 应该怎么样去服务 怎么样去应对 都是问题 就是我 我只是觉得 很多时候 大家想去创业的时候 都把问题想的 太简单了 我们再谈一个 餐饮 我们不谈 疫情 这次疫情 肯定会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 疫情的这个情况 是吧 就是会让很多人亏本 或者怎么样 我告诉你 真正做的很好的餐饮人 他扛得住 他有本 而且他的员工 也信他 马上我们武汉 四月头 就会逐渐解封 那个时候 生意好都不了了的 会是这些店 员工 因为如果员工 就是说离开这家老板 他去另外一家老板 去另外一个店子去打工 他去哪里打工 他去哪里打工 他只能去我朋友 这种开的很优秀的 这种店子去打工 因为我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2020年1月1号之前 是美式博主 拍了很多期 是因为 第一是因为长胖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直在外面吃 对身体 真的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三年前就去从业卖保险的原因 我自媒体不干 去不干保险的原因 武汉星期天也是我不干了 外面的自媒体 不被别人雇佣 我自己做着玩的 结果就在这里 我希望 可以按照我的节奏 我想按照我的方法而活 这也是我的创业 我的创业是不亏的 因为我计算过我的本 我不拍武汉星期天 我也要出去吃饭 对不对 我不做卧室 宿舍卫航会 我也要做一档节目 那么我不论做什么东西 我做的这档节目 对大家有益处 我觉得 你看我的粉丝 一直都在五万三 五万二 持续了一年 你看现在八万多了 说明喜欢我们的人更多了 因为在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还掉了很多的粉 但是我又涨了很多的粉 所以大家觉得我的粉丝是没怎么变的 其实是每天在家 又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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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前喜欢 看我买食的 知道我暂时不做了 就离开了我 然后更多的觉得 我们做的视频对你们有用 然后你们又认识了我 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创业呢 我的建议就是 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 去当学徒 就像我最近看了一部日剧 叫做东京大饭店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有那个 是金学吧 就小金 就是那个木村脱胎的土地 他的这种心态 就像我也是的 还有一些朋友就问过我说 说我啊 怎么怎么很成功 我不成功 我只是武汉的一个普通小市民 我在家里呢 是一个普通的儿子 普通的丈夫 普通的爸爸 我只是很用心的 很热爱的生活的 这么在努力 其实我也想过一两百两 但是我想着 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很不负责任 所以真的是越近千番 我依然选择善良 就是这个原因 接着就是我们 接着说我们的创业的问题 我就觉得 一你没有经验 二你只是凭空想一想 然后三 你很喜欢 你很爱好 其实是做不好这件事的 因为创业呢 其实用我很喜欢的 一个up主 叫做半佛 半佛老师 估计他跟我差不多了 甚至比我小了点 我觉得用他的话说呢 就是利他主义 因为你创业啊 其实就是挣钱 也跟减肥是一样的 就是输出和输入的问题 你不论你做哪个行业 你创哪一个行业的业 其实都是 你掏钱 掏时间 回报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买彩票啊 为什么很多人走投无路了 想去赌博啊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把什么东西 走投无路了 哪笔钱跑去赌场说哈呀 就是因为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东西啊 我付出出去 然后我能去 得回很多的东西 就像 佐助 去找大蛇丸 得到力量一样 佐助想要大蛇丸的力量 大蛇丸想要佐助的绳子 对吧 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道理 就是 你去创业 你去投入 然后回报 你当你的回报大于 大于你的输出 你的投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创业呢 是幸福的 这个创业呢 是值得的 很多人创业 回来真的就是 赢了会手那魔 输了工地干活 他就是输了回去工地干活 他才这么有感慨 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去创业 因为我觉得我的智慧不够 我的财力也不够 我的抗风险能力不行 所以我不能这样去创业 我要去选一个亲自然创业 这就是我去选择保险的时候 我做保险 做保险 如果做的不好是怎么样 做的不好就是被开除 那么我做了三年 没有被开除 而且我做的越来越好 就说明我的投入 是投入了我的汗水 我的知识 我的智慧 我的被拒绝 被抗击打 我的油钱 我做公家 坐地铁 还有我的时间 这都是我的辅助 我回报的就是金钱 信任 长期的信任 转介绍的信任 大家信任于我 他会把他的朋友 转介绍给我 所以我的单子越来越多 所以愿意找我买保险 越来越多 终上手术 希望大家想去创业 想去创业干嘛的 就是能够想清楚你有多少的本 然后想好你大概回报是多少 这个最惨 你能不能够扛得住 如果最惨 你扛得住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最惨 你都一代米 你都扛不了几楼 就不要冲动的去创业 赔上自己 好不容易赚到的钱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创业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互动 然后跟我发私信都可以 然后我会想办法 通过视频来解决你们的疑问